这里有这么多美术用品 有画笔 颜色笔 白胶张 剪刀 还有卡通眼仔 难道是上美术堂 原来是艺术治疗 什么艺术都可以做治疗的吗 我的专业是英国受训的 full time 读了两年之后 就下获了英国HCPC的牌照 类似香港卫生署的一个牌照 就是国家性的银河 普遍的香港人对于艺术是一种恐惧 那种恐惧是因为由小到大 老师都会说 画得漂亮的那个就可以贴糖 做得好的那个就得高分 变成我们对艺术是一种 比较高不可攀的感觉 要很厉害才可以涉猎 Gigi说艺术治疗师 通过艺术作为一道桥梁 比授还更了解他们的精神健康 和处理他们遇到的情绪问题 Gigi还买了一幅自闭症人士画的画 现在挂在治疗室里面 其实这幅画的背后是有一段估计的 我就问导师 我问为什么他画一幅流眼泪的作品 因为对自闭症人士来说 他表达流眼泪是一件非常少有的情况 谁知道导师就很冷静地说 你想多了 这个只是他的物质太多 自己滴下来 因为他们冻高了一幅画 物质就滴下来 我就说我一定要买这幅作品 我要带这幅眼泪回家 带过来这个空间 因为这幅画作提醒了我 不要太有认识去阅读任何事情 其实我们再问一幅画作 再了解多一点的时候 其实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我有一个个案就是一个濕疹的小朋友 很严重的濕疹 是长期要包住 是女生来的 手脚要包住 臉又贴着衣服 脚又要戴着脚套 连手套也要长期戴着 濕疹的问题令他需要停滑 变成社交圈子很狹窄 亦是情绪开始展现到一些困扰 情绪状态是差或者特别累的时候 濕疹就会发作 而因为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 濕疹就比较少发作 而慢慢 我们见了半年 我不敢说因为 因为艺术治疗令他濕疹好 但是因为有我们的存在 而可以有一个情绪抒发的渠道 而他知道濕疹是一件什么事情 他慢慢进步 Gigi在去年底 和朋友一起创办not a gallery 提供艺术治疗服务 他们不选商业大厦 专业选街坊商场开店 到底为什么呢 落户在北角的角色是什么呢 平时有人经过 有位姐姐走过 就说你艺术治疗是什么的 然后讲笑子 叫身边的朋友 你治疗一下他啦 这种关系建立是比较多的 香港的服康服务普遍 都是在NGO运行的 如果我们不用NGO的方式去运行 但是我们又很想 例如街坊、社区人士走过的时候 就会有时见到 咦 艺术治疗是什么来的 然后我们就聊聊天 由我们接触社区人士 从这一小步开始去涉猎 如果你知道你受困扰的来源是什么 你就先避开它 譬如如果你看新闻看得太多 或者我们的资讯是无孔不入地 入侵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而你觉得很困扰 譬如香港的大环境 我们普遍的小市民都控制不了 所以就是控制你可以控制的环境 就是避开你觉得感到困扰的资讯来源 这些困难是大家可能已经有很多前設 例如艺术治疗是一件很官吏堂皇的工作 或者有很多对艺术的恐惧 我们的文化上会很害怕画画 很害怕创作 聪明的人才会做 这些困难是必然存在的 但又回来慢慢看到 香港需要一些另类疗法的需求 大家都会知道要照顾自己的内心 也要照顾身边的人 看看他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 而艺术也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比较好玩 比较有趣 比较容易入口的一个桥梁 令到大众都可以涉猎到 知道多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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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